马上开始了 媳妇你的麻辣烫马上就要断了 陪我看球 那个活你去找小姨子去 是小姨子给你留下的活 跟我没关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四平大胖 现在是晚上11点 看会亚洲背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轮 点了串了 串点晚了没道理 别着急不影响 先欣赏一会慢慢尝业呢 是不是点了66块钱那串 然后一会我媳妇先干完活 然后跟我媳妇小酒一喝 看球多好 没事干嘛撂呢 刚才看串台了 哎呀 先起一会儿 先坐这等着 等串 来媳妇快点别说了 完了他一会儿干活了 是我也不吃 行了也不用盘啥子了 我一个我都不吃串 不能啊 我给你点豆皮了 我告诉你不吃 豆皮呢 这里能有豆皮吗 你瞅这意思 有大块肉 拌鸡 菜就耳豆皮 就这四呀 11点吧 我早上没吃饭了 第一顿饭下午 那属于 两点了 早上我也没吃 第二顿饭下午 两点晚上吃第二顿 嗯 嗯 11点多啊 嗯 嗯 吃大叔串不行 不是不是 这是我啥处吃 嗯 嗯 看你就是喝啤酒啊 嗯 你先拿大盒 或者白鱼吃吧 白鱼抓呗 嗯 嗯 吃这个香肠 嗯 嗯 真香啊 大串就香 露大串 哎呦 你豆皮 嗯 咱俩这回吃一下就热乎了吧 嗯 我要是不冷我跟你说 我就不吃了 哎呦 别说那话 哎呦 危险 喂 危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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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国队老有激情了 精心动魄 哈哈哈哈 哈哈 其实吧都已经不精心动魄了 你问啥呢 希望这场还没有下一场吧 没有了 要输了的话好像 就是 打平应该有希望 能小组出现就行 嗯 那你不能进一个 直接赢 你进一个也进俩的 哈哈 小组你进一个还不进 那行 赢了就出现了嘛 我跟你说 原先中国队有个笑话 嗯 叫打平即可出现 嗯 就踢平了 就能就能进击 结果就是赢不了 就是平不了 就是守平都守不了 所以说给他是守 守守成平局得了 嗯 不可能 守不平 所以说还有那句话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哈哈哈哈 嗯 嗯 没有说守平这一说 你就干就完了 你进攻 他又比较好吃 你来一个吧 出来 哎呀 我这在串里拉长乱线 喝到完事 实在不行就随会剩一个钱 你就撸吧 撸钱吧 就是要想找菜 吃个关脸不也行吗 看球还挑啥呀 这边招方不饿 这边突漏的这一块 那你不哭了那么快 脱了不白瞎了 我心里面陪我看一会儿 结果一把没抬头 我这这半天观察你 一眼没看球 我不愿意看 我能坐这儿陪你圈 马上又不哭了 还有一堆火等着我呢 就自己在这块 踢出路 踢出路 脱了真猛 来嘛呀 这大漏脚 就这球 在我们初中踢球的时候 和高中踢球的时候 管这叫大漏档 不叫大漏脚 叫大漏档 这球就是你的 一脚抽射 你不抽射 你停下来也行啊 轮空了 自己原地三百六十度 转个圈 这球踢的 为什么呢 这球踢的 为什么踢这么拉的 我们那时候就管这种球 就叫大漏档 球要足以精彩 麻辣烫 和串先都省了 越看越紧的人 不需要 中午好吃的太多了 完了我那个 没咋吃 留肚子了 我小千吃东西吃啥了 小千十块钱 一大块 就是咱家那楼头 你站着就开血 你再撒一盒和钱 买一把啊 买十块钱的 撒一盒和钱 不是说你一直能和 这个 有的出两块 我就两块 有的我这三块 我这五块 我也不算你 这哥俩好嘛 然后站马路上就开灶 就站那儿就吃一杯 十块钱 老豆皮子你还要不做 就一盒和钱 很烫 那么多 要不做 不做 都不做 都不做 Pop 多 都不做 你们还不做 不做 哪里 哪里 都不做 Except 我吃了 都可以吃不了,你这不是10个 一把,6块钱的 6块钱是几个呀 20块钱 30块钱,10块钱 最少的都要6块钱的 这不成,这不把银放这 嗯,其实吧,看中午对 有意思呗 不是,有没有意思 看球吧 是一种放松,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要是,尝尝赢,就没啥意思了 是,这赢不了 尝尝输呢,也没意思 偶尔能来个平局 哎,漂亮 没劲 哎呀,不能是20个 应该15个 哎呀,这球没劲 嗯,90年代啊 包括2000年 真有看球咋点事的 摔皮酒瓶子的 那啥瓦子 那是真爱 没有 现在你在想找这种感觉 人们都 说白了是一种理智 是一种伤害的 其实那时候 摔电视 摔皮酒瓶子 摔电视酒瓶子 我跟你说 那是 那是真爱 现在你看 谁能 哪个人 能对 某一项 就是说 某一件事 能达到这种真爱 真性情 现在太难了 没有 原先 原先 你就是说吧 出对象分手了 一个月 不吃饭 那是你 跟我说不着 你现在 今天分手了 明天就吃饭 那是你跟我说不着啊 所以说吧 就是 现在没有说哪件事 能让你去砸电视 哎呀 吃完了 到饱了 你看这球 这球 多好机会 空门未进 太随意了 下桌干活了啊 喝完了 中国队流鼻一输了 看看那个 童小组的其他的球队 哈哈哈哈 灯也闭了 感觉虚微 对不起这个 啊 电字 哈哈哈哈 好了 拜拜 明天见